接着要介绍的是隐身在台北市永康商圈 已经开业70年的老字号淡淡面 花生粉或者红油跟麻酱吃起来香辣过瘾还会回甘 第一代老板来自四川将丝香的回忆熬成酱料 如今这股味道已经传承到第五代 面馆的核心人物是来自客家庄的叶子 二十多年前嫁来台北成为面馆的一份子 为了学会红油制作 他一头栽进川味的世界 钻研如何调整味道 让面吃起来呛辣中带有温润感 尽管后来与另一半离婚 但他仍守着老招牌 带着小儿子传递着这一股热辣劲道 阴郁的天气高楼伶俐的台北街头一转入巷弄却有另一番风景 花生粉搬着麻酱红油的细面 花椒香马气息在舌尖上流灿 一碗尘尾淡淡面热辣劲道 逼出陶客一身热汗 辣不是只是死辣 而且是那种很香会有余味 那后面还有有回甘的那种感觉的辣 我从小就在这边出生 那这家店也很久 那它的味道来讲一直都没有出变 虽然是蛮道地的 不管是淡淡面 还是其他的面种都不错 入口醇厚 后韵十足的还有几道小菜 本蒸排骨有着淳朴的五谷香 层次丰富 每一口都是惊喜 麻辣提花油而不腻 口感Q弹 猪皮是脆脆的口感 那它这个卤的味道是刚刚好 然后脆度跟口感 跟这个麻辣红油的味道 打起来非常好 这家的话它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它的都 就是应该讲没有地雷 你点什么都OK 领领着这块老招牌 飘香七十载 核心人物是 小餐馆的第四代媳妇叶子 以款待家人的心 替客人准备一桌好菜 最大的收入就是 其实我回头想想 就是我可能已经把这家店 浓成像自己这家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客人进来吃饭 就好像回家吃饭 而味道要利酒迷心 从红油就得下足苦工 中药 辛香料 用料取材超过二十种 叶子钻研比例调配 要让红油辣而不燥 我其实是里面有放一些 比较温润的东西 让吃完 消费者吃完之后 它不会那么地燥 不会一直想要灌水 对 然后让它这个辣 是温温地上来这样子 很有层次的 磨碎的新香料 在滚烫的热油中 逼出阵阵香气 要提炼香料油 每一步都急不得 像我是习惯到顶点 之后先把火关了 先下一小量的香料下去 让它先那个温度 慢慢慢慢慢慢下来 然后一路 就是让它一直炸下去 等到我料全部下完 我会再开第二次火 让它慢慢熬 将香料油冲进辣椒粉中 慢慢搅拌均匀 时间 火候 在这段油泼过程中 也同样关键 油泼辣子 油泼辣子的 那个油泼那个动作 都一定数高温 它香味才会一下子 就会冲出那个辣的香味 就会很扑鼻这样子 两个钟头熬制 再等熟成24小时 才算大功告成 而费工的 还有这道粉蒸排骨 大小适中的小排肉 拌入无骨杂粮粉 辣豆瓣 蒜泥 静止一碗入味之后 才能摆入蒸笼 一个一个手工捏形 叶子说 蒸笼中间一定要留个洞 它曾一时大意闹出了笑话 其实就是我们这里 传承这么多年 一概的手法 就一定是坚持 一定要这样 这个东西 你只要一个没弄好 你会发现 我之前刚学做 就会有发生这种状况 这边很好吃 这边很难吃 因为它就是受热不均匀 因为它水蒸气 其实会带动 它会更湿润 从身手到研发 这股川味 营耀着叶子 二十多个年头 来自桃园客家庄的它 原本是为美容师 嫁到了台北 成为小餐馆的一份子 一头栽进了川味的世界 夏季决心了嘛 既然要踩到婚姻这步路 那就势必 你这个东西 你也不能不做 对 那就是做就对了 其实一开始也是傻傻做 其实有时候就是人傻嘛 傻有时候会日子好过一点 傻傻地做 傻傻地过 但经营婚姻似乎没有 傻人有傻福的好运 叶子的婚姻之路走了十年 夫妻两人因为个性不合 决定分开 原本的一家四口再也不圆满 前夫另起炉灶创业 他选择只身留下 守着老招牌 其实就是一种信念吧 你会觉得就是说 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样子 然后一个孩子又还那么小 虽然我没有带孩子 可是你终究会觉得 我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依靠 也不一定 而时间确实为叶子的信念 找到了答案 小儿子阿卫从国中开始 就时常到店里帮忙 淡淡面调酱作业 葱 醋 麻酱 花椒粉 比例拿捏 信手拈来 国山那时候暑假 然后就是刚好 妈妈在教我煮 然后就开始慢慢自己 去拿捏 去拿捏 然后备那些配料 然后自己去拿捏之后 久了就知道说 那个量大概多少 用看的 订单再多 阿卫也不急不徐 鲁蹄花再加色添味 这股麻辣劲到 她再熟悉不过了 当初会决定 回到妈妈身旁 学着做面 说穿了 还是因为舍不得 家典看下来还是会 心疼 她一个人这样子 忙了这么多年这样子 如果不是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笑道 或者是心疼她的话 我不会在这边 七十年的老味道 而今慢慢交给了 第五代掌勺 穿过传承接棒磨合 也挺过了疫情黑暗期 回过头来看看 你都觉得这一切 其实辛苦是值得的 就是我身 我不是一个人 我身边其实有这么多的人 其实相对来说 这种心境上是开的 其实这是最大的收获 人生一辈子 你求什么 带不走啊 我到最后 我真的体会到 你心灵够丰富 其实比什么都好 从一个人 到母子洗手打拼 他们将掏克 熬成一群熟客 也让这股 七十年的老味道 能越沉越香